这是我当年的 有些网友说我这个是假的 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就是我考上清华的一课 2008年李隆以695分 考入清华数理基础科学实验班 18岁时的他梦想学医 但因家庭原因无奈放弃 毕业后李隆曾从事教培行业 在北京买了三套房 35岁的李隆认为 清华毕业的作文课班 没有符合一些社会大众对清华学子的预期 他说35岁想为自己负责 为社会负责选择重考学艺 于是李隆高考前100天开始备考 目标设在700分 我的35岁刚刚开始 可以从头赞 面对这一意义 李隆认认炒作 时间会数据一切 没人会用89年的时间 学艺来获人的 虽然毕业时已经44岁了 有可能要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买单 但李隆表示 就算失败也没什么损失 这十年继续挣钱也不爱 我希望人生还有不断进步的空间 可能后面我们做一些 重新的一些选择的时候 能够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可能会鼓励很多人 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不安于自己的这种现状 对 我觉得这些 都是做这件事的意义 我还没在这种意义的事 因为你会做的事 就像我一样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 都是你鬼子